如何凭借两百块山楂 一跃成为亿万富翁 他叫阿伟 原本是个来城市打工的农村穷小子 刚一进城就遇到挫折 终结要他出示劳动合同 才愿意把房子租给他 阿伟只好先去工地搬砖 可领钱时却少了一半工资 工头理直气壮的说要扣税 还介绍他只用38欧就能睡货柜 阿伟生气的拒绝了 他宁愿在大街上凑合一晚 第二天 阿伟换上唯一的正式西装 随便找了家网吧 伪造了一份劳动合同 然后去豪华公寓租房子 中介小姐也询问他有没有劳动合同 他马上从华里逃出 看到将近两万的月收入 中介小姐态度瞬间好转 劝完租房合同后 阿伟又回到工地 将豪华公寓以一人15欧元的价格 转租给工人们 轻松赚到低筒金 但二房东可不是好当的 很快阿伟就接到警察的电话 邻居投诉他噪声太大 严重扰民 阿伟赶回去查看 房子已经被搞得一团糟 之后警察来抓人 趁着工人们和警察纠缠 阿伟迅速逃离现场 和他一起跑的男人 也是做这种生意的 俩然一拍即合 决定做房地产生意赚大钱 先由阿强低价买入法派公寓 再让阿伟高价卖出 但他们只有一万欧元的资金 根本拼不过其他竞争者 这一趟算是白来了 不得已 阿伟使出卑鄙的手段 花钱收买了门口的保安 把竞争者们骗到别的房间 制造出一场 只有他们两人参与的拍卖会 顺利用最低价拍下两间公寓 只是台上开始拍卖一栋公寓大楼 他们没有那么多钱买 可阿伟却举起了手 拍卖结束 阿强质问他去哪找35万欧元 阿伟却说只要在付款日前 把公寓全卖出去就行 为此他们要找一家 能贷款给买扎的银行 阿强推荐了在银行工作的朋友小美 拿到600万欧元的贷款额度 接着他们找到保险公司的员工 希望得到50个有偿付能力的客户名单 但保险员狮子大开口 竟然想要分150万欧元 这下谈判彻底高吹 当晚 梁安前入保险员的公司 尝试过很多次都没能猜对密码 于是小美决定出手了 她假装是保险员的妻子 打电话从客服中心骗到密码 拿到了需要的客户名单 但他们又遇到了更麻烦的问题 便宜没好货 法派的公寓实在太破烂了 不可能有怨大头会上刀 您敢相信吗 只有一个步骤 就能把一栋烂尾楼 卖出600万欧元 阿伟就来朋友帮忙 亲自动手刷妻装修 给破房子刷上一层光鲜亮丽的外表 轻松把每件房子 卖出30万的高价 有位老人用积蓄给小孙女买房 签字前他一再询问 阿伟心中有些过意不屈 但还是摇头否认 骗走老人的全部积蓄 600万欧元一道账 他立刻没了任何愧疚之情 阿伟和阿强的生意越败越红火 小米也完成了一笔大订单 事业步步高升 他们全管买下一栋豪华别墅 和法院的拍卖人达成合作 随时能用最低的价格 进盘到最好的房子 有了固定房源后 他们又买了家房地产公司 形成一整条低买高卖的产业链 莲安从没认真建议过公司 会议上阿伟永远在画画 阿强在了强迫员工和他一起唱歌 否则就开除他们 事业得意的同时 阿伟和小美的感情也迈入正轨 小美怀孕后 他们飞快完成了见家长的环节 阿伟送给小美一条昂贵的宝石项链 莲安举办了一场豪华婚礼 带着活泼可爱的女孩 一家三口过上了灰金如土的生活 但幸福的生活只维持了短短一年 准备一通信给打破 事物局来催动交税了 但他们赚到的钱 不知不觉间早已挥霍一空 手上没钱交税 阿伟急忙赶回家里 寻找之前他送给小美的项链 打算卖掉项链换钱 可翻遍的柜子都没找到 他以为是小美藏钱 愤怒地离开了家 阿伟想卖掉公司跑路 但阿伟坚决不向税务局妥协 他要把公司做大做强 之后他们拍摄了一部宣传片 故技重施 赚到1500万的资金 阿伟没有把钱拿去交税 把他买了一块地皮 用来建造更多的房子 这样他们就能获得2500万的纯利润 阿伟具有种不祥的预感 银行冻结了阿伟的信用卡 工人们也因为拖欠工资 纷纷罢工不干 可阿伟还指望这个工程赚钱呢 他向阿强求助 和朋友们大半夜在公园偷沙子 这天 小美发现阿伟在外面有人 阿伟谎称那是阿强的前女友 但小美一通电话打过去 从小三嘴里得知 阿伟曾经说过许多嫌弃他的坏话 现在他俩彻底玩完了 阿伟追上去不停道歉 也无法挽留下小美和女儿 这个男人凭借200块 翻身成为亿万富翁后 一夜间又变得负债累累 阿伟想用房子做抵押 却被告知他的房子已经被小美抵押了 他顿时想起小美离开前 撂下了警告 回家后阿伟疯狂乱砸 他没有自暴自弃 用聪明的头脑又想出一个绝妙的主意 他要开家银行 自己给自己借钱 阿强质疑不可能凭空生出钞票 这得阿伟也早想到了 他们可以去欧洲中央银行借 利息只有0.7% 和他们欠上的债务相比 这根本不算什么 于是他们先往马尔他 买通鉴定资质的工作人员 成功开办了银行 还清所有债务 晚上他们在家里开派对 狂欢庆祝 他定做了一颗狮子头雕像 众人宿罪未醒的时候 突然一对警察出现 把阿伟逮捕了 入狱后阿伟才明白 是小美举报了他 只为了让他远离女儿 监狱里 阿伟十分去盼父亲来看他 但父亲一直没有来 直到母亲前来探视 他才知道父亲出车祸去世了 阿伟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请求他替自己带给女儿一本儿童杂志 里面夹了一张光盘 录下了他想对女儿说的话 这天阿伟醒满初语 令人惊喜的是 小美竟然在外面等他 他终于见到了可爱的女儿 妇女俩在公园里尽情玩耍 最后在楼下互相道别 看来小美并不想和阿伟复合 阿伟去给父亲扫墨 回家后在地上发现一封信 是阿强写给他的 信中说他拥有一颗狮子般强健的心 相信他一定能从头再来 阿伟瞬间明白了钱在寒意 连夜跑回被查封的豪宅 凿开狮子头雕像 果然找到了那条不见的项链 这下子启动资金也有了 不知悔改的阿伟又走回老路 街上偶然碰见被他骗惨了的老人 他直接当作没看见 面不改色地前往法院拍卖处简陋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过 如果有50%的利润 资本就会铤而走险 100%的利润 他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 300%的利润 他就敢犯任何罪行 甚至冒脚手的威胁 影片中 阿伟用违法手段谋求财富 即便尝到了苦果 也从未想过金盆洗手 对他来说 违背道德和良心根本不算什么 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到一切 这种不可取的思维方式 使得阿伟一步步走入犯罪的深渊 好了 今天的电影推荐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关注